华联市公所举办丙级电脑软体的应用技术试证照班 有48个小时课程 市长温嘉贤为了鼓励各位学员 也特别到场关心他们的上课情形 市长表示 希望学员除了基本的文书处理能力之外 也可以培养出第二专长的资讯技能 期盼学员们参与丙级认证考试 可以顺利过关 让所学可以运用在职场上 学员们表情认真盯着一幕 同时还不停地敲打键盘 这是华联市公所向原委会争取经费 所开办的丙级电脑软体应用技术试证照班课程 日前市长温嘉贤特别前往国服活动中心电脑教室 关切学员们的上课情形 那不只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学习之外 我们这次是针对我们部落的乡亲 来做一个技能上面的一个进阶 那特别要感谢原住民委员会跟华联县政府 那还有公所的同仁 一起来思考要怎么样来让部落族人技能能够增加 那所以我们开启这个丙级的软体应用技术班 希望我们在上课的学员里面 不论是在个人或者是事业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都能够有一些精进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开类似的课程 当然也更希望这些学员 未来都能够再去考一个丙级的认证 让自己能够上课所学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次报名参加证照直讯课程的学员有14位 在讲师包家宴的操作讲解之下 学员们原本要耗费一个小时才能够完成的目录章节 现在只要短短20分钟就可以完成 充分发挥出电脑输入的便捷和迅速 社工所也表示 未来会再举办相关课程来满足部落族人的需求 谢谢徐丽琴 花莲市报道